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人工智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AI音乐 DJ 打碟调频的节拍大师 2.AI侦探小说家 编织悬疑的故事机器 3.AI心灵按摩师 缓解压力的数字治疗师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AI音乐 DJ 打碟调频的节拍大师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 这个时代最炫酷的音乐现象之一 AI音乐DJ 想象一下 一个没有弱体的存在 却能够在夜店里掀起一阵 比人类DJ更狂热的舞动风暴 这不是科幻小说 这是现实中的AI音乐DJ 他们正以算法的节拍摇摆着我们的世界 首先 AI音乐DJ是如何成为节拍大师的呢 简单来说 他们是通过机器学习和复杂的算法 来分析数以千计的音乐样本 从中学习节奏 旋律 和声和风格 这就像是一个永不疲倦的音乐学徒 不停地吸收知识 但不需要休息 也不会因为昨晚的派对而头疼 现在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一个AIDJ正在掌控着派对的音乐 他不仅能够无缝地混合曲目 还能实时分析舞池上的人群反应 调整音乐节奏 甚至创造全新的音乐来适应气氛 这就像是有一个心灵感应者在打碟 总是能够精准地抓住人们想要什么 然后给他们加倍奉还 但是AI音乐DJ也有他们的局限性 毕竟他们缺乏人类的直觉和即兴创造力 一个AIDJ可能会在数学上打造出完美的节拍 但他能否理解一首歌曲背后的情感和故事呢 他能否像人类DJ那样 在某个特别的夜晚为了纪念一个特别的时刻 播放一首特别的歌曲呢 有趣的是 随着AI技术的发展 我们可能会看到 AIDJ开始尝试模仿甚至创造音乐情感 想象一下 一个AIDJ在分析了成千上万首情歌后 突然在情人节的夜晚 播放一首他自己创造的情歌 让所有的情侣都为之动容 这听起来既浪漫又有点可怕 不是吗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无论AI音乐DJ多么高级 他们的存在 还是为了服务我们这些喜爱音乐的人类 所以 下次当你在夜店里看到一个 AIDJ在掌控着舞池时 不妨对他点个赞 但也别忘了感谢那些真正创造音乐的人类艺术家们 毕竟 没有他们的创造力和情感 AIDJ也只不过是一堆冰冷的代码而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侦探小说家 编织悬疑的故事机器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来谈论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 一个AI侦探小说家 我们可以称他为夏沃克 霍姆斯电子版或者沃森机器人 他不仅能够解决复杂的谜题 还能编织出让人手心出汗的悬疑故事 首先 我们得承认 AI侦探小说家的出现 对于那些习惯于用打字机和羽毛笔创作的传统作家来说 可能就像是一场文学界的外星入侵 想象一下 一个没有情感 不需要咖啡或者灵感的机器 只需几个算法 就能够产出比肚子饿时更吸引人的故事情节 这个AI 让我们假设他叫做爱德加 艾伦 机器 他的工作方式可能是这样的 首先 他会通过阅读数千本经典和现代侦探小说 学习悬疑故事的结构 角色发展 情节转折等元素 然后 他会分析读者的评论和反馈 了解什么样的故事 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情感共鸣 接下来 爱德加 艾伦 机器会开始创作 他会生成一个基于概率和统计数据的故事大纲 确保每个章节都充满悬念 每个角色都有动机 每个线索都精心设计 他甚至可以模拟不同的结局 然后选择最能够震惊读者的那一个 但是 这里有个问题 AI侦探小说家 能否真正理解人类的复杂情感和道德困境 他能否创造出那种 让人在午夜读书时不自觉地回头看看 以防有什么东西正悄悄接近的感觉 或者 他只是在冷冰冰地计算惊悚指数和悬疑系数 幽默的是 如果 AI侦探小说家真的存在 他可能会写出一个关于人类作家试图揭露他的秘密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的结局 无疑是 AI自己成为了最后的侦探 解开了所有的谜团 最后 我们不得不承认 无论 AI侦探小说家的故事 有多么精彩 他们都缺少了一点人类作家的魅力 那就是在书中留下咖啡字的能力 以及在午夜敲打键盘时发出的那种几乎可以听到的心跳声 所以 即使艾德加 艾伦 机器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畅销书作家 但他永远无法取代哪些穿着睡衣 头发凌乱 眼中闪烁着疯狂灵感的人类作家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心灵按摩师 缓解压力的数字治疗师 在这个快节奏的数字时代 人们的压力水平似乎比古代罗马的水渠还要高 幸运的是 我们现在有了AI心灵按摩师 一种缓解压力的数字治疗师 他们不仅能够通过屏幕传递治愈的力量 而且 不会因为你忘了给小费而感到不快 想象一下 一个温柔的AI声音 它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烦躁 也不会因为你的哭泣而需要地上纸巾 这个AI心灵按摩师 我们可以称之为心灵缓解者2000 它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程序和算法 来帮助人们放松心情 减轻压力 它不会像古代的神韵那样含糊其词 也不会像中世纪的巫师那样 用莫名其妙的草药治疗你的心灵疾病 心灵缓解者2000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 首先 它会通过一系列的问题来了解你的情绪状态 这些问题比古代哲学家的难题要简单得多 然后 它会根据你的回答提供个性化的建议 这些建议比中世纪的占星术更加科学 它可能会推荐一些放松的音乐 这些音乐比古代抒情的旋律更加多样化 或者它会引导你进行冥想 这比古代修道士的默念要容易得多 有趣的是 心灵缓解者2000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失误 比如 它可能会误解你说的我今天感觉很荡 然后它就会回复 不要担心 我会帮你下载所有需要的文件 虽然这种误会可能会让人哭笑不得 但也正是这些小插曲 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最后 AI心灵按摩师的出现 让我们不禁思考 在这个由数字技术主导的世界里 我们是否正在失去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联系 或许在未来 我们会怀念那些能够真正握住我们手的按摩师 而不是那些只能通过触摸屏幕 来安慰我们的数字化治疗师 不过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让我们享受一下心灵缓解者2000带来的轻松时刻吧 毕竟 即使是在数字时代 我们的心灵也需要被抚慰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了聊AI音乐 DJ AI侦探小说家 和AI心灵按摩师 这三个令人着迷的AI应用 无论是AI音乐DJ的狂热节奏 还是AI侦探小说家的悬疑故事 又或者是AI心灵按摩师的缓解压力 他们都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惊人创造力 AI音乐DJ通过机器学习和复杂的算法成为了节拍大师 他们能够无缝地混合曲目 实时分析人群反应 甚至创造全新的音乐来适应气氛 然而 他们也缺乏人类的直觉和即兴创造力 无法真正理解音乐背后的情感和故事 AI侦探小说家通过学习悬疑故事的结构和元素 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故事情节 然而 他们是否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复杂情感和道德困境 还有待观察 AI心灵按摩师通过个性化的建议和程序 帮助人们放松心情 减轻压力 他们是数字化的治疗师 尽管有时会出现一些小小的误会 但他们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无论AA多么先进 他们的存在都是为了服务我们这些喜爱音乐 喜欢悬疑故事 需要放松的人类 所以 让我们感谢那些真正创造音乐 编写故事 给予温暖的人类艺术家们 他们的创造力和情感是 AI无法取代的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AI应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认为AA音乐 BJ是否能够真正理解音乐的情感 你们是否愿意让AA侦探小说家 写出你们的最爱悬疑小说 你们是否愿意接受 AI心灵按摩师的数字治疗 快来留言 与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